整个这个西游记里边 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 怎么了 本来是个神仙 金蝉子嘛 对啊 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 转世投胎 还得西天取经 是 这趟不容易啊 九九八十一难 净妖精垫着他了 对 吃一口长生不老 妖精不垫着 妖精媳妇也垫着 都垫着 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 知道 黄袍怪的媳妇是凡人啊 保相国的公主嘛 得病了费就吃唐僧肉 妖精来逮了没逮着 孙悟空拔根毛 变了七个唐僧 腰就弄回去了 太太把这七个吃了 病就好了 公主纳闷 吃一个就好 怎么七个呀 对啊 七个一疗成 没听说 唐僧呀 疗成吃 另外啊 另外还从这个西游记里边 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您又怎么想的 有这么一个人叫铁山公主 你知道吧 知道 他呆在什么地儿 呆在什么地儿 你看火焰山 对啊 火焰山哪来的 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 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 耐火砖 这块砖烧着通红 掉到地上 成为了火焰山 对了 老百姓民不聊生 得去求这公主 铁山公主 吐出一芭蕉叶 山几下三年 就不着火了 没火了 种菜种粮食能活命 得给钱 得给上宫 是 你想 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 出了 对 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 撅起来送给铁山公主的 是 他为什么这么安排 您接着分析分析 你看 你太单纯 我也摘桃起来 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是 对吧 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对对对 他对铁山公主实在是太好了 哦 那个牛魔王 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 对吧 他在外边有 单有洞府 对呀 跟狐狸精 对不对 对呀对呀 还有一个 这红孩 是他们俩的孩子 对 红孩会三位真火呀 是 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 哎嘿嘿